那今天呢 我们现场的观众 都是为着他来的 对不对 对 仍然是女多男少 据我的分析 我们的嘉宾应该是个男的 对不对 没错 他的歌呢 可以说是 下到刚会走 上到99 应该全都会唱 今天我们真的上街 做了一个调查 要采访一下 街上就是大家 到底对他的认知 这个很公正 不能光采访他的粉丝 对不对 没错 看看他的群众性怎么样 没错 你看一下 我们做音乐 能不认识什么歌吗 是不是 当然认识啦 认识 谁不认识啊 你不认识啊 当然认识他认识的啦 从小到小 就听哲哥的歌长大的 认识啊 你这么多的不 再认识 还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你开老用深情向往的相识 相识 相识 怎么忍心怪你 犯了错 是我给你自由过的花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 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 爱如潮水 他将你我包围 怎么忍心让你犯了错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让你更寂寞 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找掉了 我不管心多伤 不管爱多慌 不管别人怎么想 爱是一种信仰 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我再给你唱个别的 准备好 喊齐他的名字了吗 三 二 一 张信哲 好 奖金请阿哲 欢迎 欢迎 怎么开始到这边来了 他在我先接着 大家好 大家尖叫一下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能够宣传就是什么必尊 小玩笑 这个我已经有了 我跟大家说 你不要那么妥 这是黑椒唱片 这张里面有新歌还是老歌呢 有一首新歌 然后其他的都是老歌 为什么叫这首 看不太清楚 张信哲歌时代 我希望用这些歌来完整地 让大家听到或看到我自己 在这个歌坛的这段时间 对于我有影响的 或者说我喜欢的 不管是音乐也好 创作人也好 我觉得你的粉丝一定会收集 像思雨一定会买 是 好 你多买两张送我 好 我们今天现场哪里黑椒唱机 我们请阿哲走过来 我们放一首给大家听好不好 好 这也交给你咯 好 对对对 谢谢 这张黑椒里面有我非常喜欢的 爱如潮水 对 OK 那也希望大家这个能够支持 阿哲的这张黑椒唱片 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 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一份 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 关于情感 关于青春的记忆 我要成为这个的推销员 好 我预定五张 OK 谢谢 谢谢 天王级唱将张兴哲 为何钟醒之 入电摊 要付钱吗 这两次都会亲客 但是你三天两头的去 她也烦 你知道鹿串这词啊 因为我在某个小妖的那个 忘记小妖 她特别奇怪 这样吃就好吃 一做糕了就好吃 张进哲为父亲写歌 首谈与父亲的情感往事 我父亲就觉得 这个孩子的音乐 很像特别有天分 所以才开始送我去学音乐 她要骑大概一个多小时 快两个小时 才能到老师那边去 今天近距离 为你打开回忆的留声机 带你认识一个 不一样的情歌王子 张信哲 太开心了 今天 我第一次听阿宅的歌 是在汽车里 你的第一张专辑 因为我那时候 还在电影学院上学 然后电影学院你知道 都是我们有一帮 忠诚的Chinaway粉丝 然后我的同学就放这歌 然后说了一句 因为你的声音真的 好细嫩呢当时 然后我那同学说 我给你听一个人的歌 听完了我当时傻了 我说太好听了 她说好听吧 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呀 她妈是个导演说 这女的唱得真不错呀 因为当年是只有声音 完全没有印象 不知道是谁 我记得那导演叫刘国权 也是很有名的一导演 笑死我了 后来我觉得这段子 我一直记得 对 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第一张专辑 因为不能露脸 所以呢 就是只有在广播电台上面先播歌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大学生蛮土 所以他们公司就觉得 这个人 先别露脸 太好了这样 他们觉得你 你还大学没毕业呢 我那个时候是大三 大三 所以你当时 不让你露脸你难过不 也不会 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 你知道大概二十 二十 快三十年 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还蛮纯樸的 这不是第一张吧 这是第一张 这是第一张 这不是露了吗 唱片封面总是要露个面 这个是真的 摄影师拍照真的翻脸 他真的丢机器 其实我不晓得怎么拍 然后 他们在跟唱片公司的 企划人员啊什么 在讨论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发呆 是这样的 这个是被抓拍 抓出来的 唯一一张他们觉得 可以用的照片 每个人都好会拍啊 对啊 天啊 现在各种 你看吧 那个时候就是 这个能感受到 一张张手 刚出道 无人发呆就是睡着 不要露脸 知道因为真的不会 不知道怎么拍了 就最后就算了 算了 就不要露脸了 就拍一个真的 太可爱了 这被我们的故事 第一次听说 好好玩 我刚刚发片那个时候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呢 其实也上不了平面 也上不了电视 所以唱片公司 就决定用这个 不露脸的策略 就在电台尽量的播歌 打歌 这策略好使吗 你觉得 因为本来唱片公司 是因为下下策 因为真的没有别的 别的这个策略可以走了 那但是反而是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对于我的声音 其实是第一印象 关注了 对 反而是关注了我的声音 你多长时间 才露脸了 大概电台打歌 大概一个多月 两个月就红了 那那个时候才有机会 所以就是说 黄韵玲跟张红亮带着我 夹带我上电视 而且他们俩是重磅制作人 对 你又在台前又在幕后 对 你还记得第一次 正式露脸 他们俩带你去哪儿吗 他们俩带我去 小燕姐的节目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小林弹钢琴 然后我拉小提琴 然后唱张红亮的那个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第一支 还不让唱自己的歌 对 对 你瞅着没有啊 你来了以后 那不是他们讲 我们都得往边儿来站 不许站中间 当然不行 不行 新人肯定是站最边边的 你没给你套着玩偶 就不错了 有意思 不许露脸 别套着干嘛偶 那时候还不流行套玩偶 不过就是真的 就把你丢在最边边了 对 但那个节目效果好吗 效果很好啊 因为我太呆了在上面 我那个时候也不会讲话 然后小林姐问我 我就傻笑 所以反而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现在讲就是 这种就是呆萌 对 呆萌特别出产 就是说你没有喜剧天赋 但是你手忙脚乱 别人觉得特别有喜剧的人 对 结果你就变成喜剧演员了 对 就想想挺好玩的这段记忆 然后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他第一张专辑当时对吧 后来 所以你听的是他第一张吗 不是 我是爱如潮水 我是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是第几张 爱如潮水已经是第五张 还是第六张了吧 所以呢 内地听到的我的第一张专辑 应该是 《难以抗拒你容颜》 这张好像我们后地里都有 对 这张其实是我在内地的第一张专辑 在你头几张专辑 你不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吗 对 你唱了情歌 你那时候懂恋爱吗 那个时候其实懵懵懂懂的 然后也是才刚刚初恋 你弹了吗当时 有有有 你念的也够早的哈 你到时候 那时候怎么早 可以了 难怪你唱的 就跟那个没弹过的不一样 谁没弹过啊 有帮助吗 谈恋爱对你唱情歌 肯定有肯定有 只是说 那个时候 我觉得 还不是掌握得这么好 就是说 你有那个感触 你有那个感觉 但是未必能够唱出来 唱出来了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我爸爸第一次听张信哲的歌 是我在他的车里面听 然后听听听 大概听了五六首 我在听哲歌的专辑 然后我爸说 这人得受了多少伤啊 就觉得好像一直都在这个情伤里面 你受过伤害多吗 我现在都甩了好多年了 你每一个 多少次练呢 没有了 其实还好 那几次 没几次 就是别人把你甩了 还是你把别人甩了 都有 停了 我觉得你好诚实 人家艺人一般都说 别人把我甩了 你有甩过别人的时候 也有 也比较甩就是你提分手 也有 所以你的音乐也在发生改变 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单元啊 叫暴风雨 聊点不一样的阿哲 听听他的朋友眼中 阿哲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我的朋友 谁啊 叛逆啊 不过要人很好啊 叛逆 我们千万不要被阿哲哥 乖乖的外表所骗到 他其实是有一颗特别 追求反应 追求刺激的心 张鑫德去追求 张鑫德去寻宝吗 你能想象到张鑫德去开飞机吗 所以说千万不要被 阿哲哥的外表所欺骗 他就是 人不可以冒相的典范 他有我相冒 我觉得没有欸 觉得他一直都是在 好像台上是这样 台下也是这样 很思维 大家好 我是于晨庆 阿哲喔 年轻时候就是偶像 你知道吗 他跟粉丝合照 他都要先补妆 什么东西啊 不是啊 这么漂亮的 可是现在 人老猪黄啊 也无所谓了 随便啊 戴个帽子啊 公共运输交通系统 他随便都地铁啊 也不怕 人家这个 跟他这个 馋来馋去的啊 是 饿了就路边摊吃一吃 这样子过日子 才轻松才开心嘛 是不是 啊 老张 可以请他调文 如何看 看古董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非常喜欢说 什么古董嘛 但是你又不知道 阿哲哥买古董的时候 也有被骗的时候 最惨的意思就是 一下子 好几百万啊 买了一个高档的龙袍 几百万 anch 作为人 什么人呢 这个 轮友 我们总结了几个词 叛逆 没有偶像包袱 爱收藏古董 然后被骗了 对 你一个一个来啊 先从那个 我最关心那个 刚才余晨庆说的 就是 你会去搭捷运 搭公交车 会啊 但是有人认出你吧 认出 對啊 但也不會怎麼樣 以前會自己開車 但是你知道年紀大了以後 你就會覺得幹嘛那麼累 開長途車很累 那路邊攤呢 你去台灣不吃路邊攤就虧大 對不對 所以肯定要吃路邊攤 但你是藝人 藝人 台灣藝人吃路邊攤的很多 你去路邊攤的時候 會什麼樣的裝扮 就很普通 就是一般襯衫戴個帽子 或者穿個T恤 而且我聽說哲哥你就是會跟很多 常去的路邊攤的老闆 後來都變成朋友一樣 你知道台灣人本來就很好客 然後呢就很愛聊天 是 所以你常去的那個老闆就會 你知道嗎 就是聊著聊著就熟了 他們會把你們的照片掛出來嗎 說啊就以來就吃 比較不會 台灣不會 就通常都是頂多就是要簽名 但是呢一般都不會 要付錢嗎 我說我不是簽名 我說你吃路邊攤 他跟你還要錢嗎 當然要啊 沒有 但是因為我常去 我不是說偶爾去一次 所以當然 當然一次兩次他會請客 但是你三天兩頭的去 他也煩啊 哲哥在北京 因為北京的那個 我們的路邊攤也有一個特別出名的 你覺得要撸串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真的嗎 你知道撸串這詞啊 我還常去玩 在某個 某個小妖的那個 忘記小妖 那全都是明星 而且得蹲著 這樣吃 小板凳 特別奇怪 這樣吃就好吃 坐高了就不好吃 他讓我去坐那個高椅子 我就覺得不好吃 不是那個味道了 你又是不是因為被壓縮的時候 才知道 你怕偷拍嗎 會耶 還是會 因為我覺得 你知道偷拍的這個狀況 可能都是 反正他拍了 他也不知道你當時在幹嘛 他就以他拍照的東西 看圖說故事 對 而且偷拍 如果是很正常的 幹嘛叫偷拍 他一定要拍出點不正常的 對 比如你的手正在搭在別人身上 也許你就這樣扶了一下 他就說 你愛搭在別人身上 很想扶耶 一二三 一二三 所以就是 我也怕 我怕狗仔就是這樣 就是你拍了就拍了 尤其是很愛講故事 然後拍得大家都很尷尬 開飛機是哪一種飛機啊 輕航機 你是在哪學啊 在花蓮 我們一群朋友有一個 弄了一個機場 那現在會固定去經常 所以固定的會去 我們固定的會去 能飛多高耶 能不能飛多高 輕航機其實高度有限 但是大概頂多頂多頂多到 兩三千米 兩三千米 已經很高了 你不害怕嗎 第一次我們起飛的時候 我們就是沿著那個 利物溪的那個河谷飛 然後呢 正好 那個時候是候鳥的季節 我們就是跟著鳥一起飛 哇 好浪漫喔 然後飛到那個出海口 就正好夕陽這樣 哇 我羡慕你的生活 所以 所以自從那次以後就 哇 愛上輕航機 然後呢 他們就帶走各種飛法 所以我挺佩服你的啊 不會啊 我覺得這個當然也是我評估過 它很安全 但是呢 又能夠滿足我的這個 尋求刺激的這個性感 什麼感覺 如果講講 在飛到兩千米上空的時候 我們一般不會飛那麼高了 我們一般都是幾百到一千左右 那也挺高的啦 對 而且因為其實呢 我們 我們都是用 所謂的教練機 教練機就是 只有鋼架 它不是把你包在飛機裡面的 所以你的 除了椅子 跟腳踏 四面都是懸空的 讓我更害怕呢 其實啊 你想 藝人大家都特羨慕 但是我一點都不羡慕他們 就是大部分的時間在舞台上 到了酒店困在屋子裡 因為樓下都是粉絲 然後越紅 那些年的生活其實就是那樣 然後 你的朋友圈也會變得很窄 但是我覺得你現在 不是那個藝人的狀態了 你是一個特別好的一個 享受生活的狀態 真的 我一直都很慶幸的就是 我做的是我喜歡的工作 也沒有麻木過 對吧 那但是呢 會有迷茫跟無助過 徬徨過 尤其是 譬如說以唱片公司來說 他們當然 會希望做一個這個 也賣錢 但是品質又好的音樂 那但是呢 這個往往你不能控制的 所以當他們無法控制品質的時候 他們就希望 那你至少都給我做一張 賣錢的唱片出來 然後再加上 尤其是 線上收聽 線上發行這件事情 對唱片的影響 衝擊唱片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以前的 像我的第一張 大家看到我那個發呆的那張 莫名其妙 那個時候的銷量 就是三十幾萬 當年 在那個時候 對 我第一張新人 就賣到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銷量 但是呢 當大家開始在線上收聽 開始在網路上面 下載的時候 已經不是什麼 打擊盜版這種 這麼簡單的事情了 那時候 唱片銷量就是 就是那種 突然掉到幾萬張 甚至是 可能有的時候幾千張 那這個時候 那個唱片公司 它對你的評估 其實是不公平的 因為 因為 他們只看銷量 但這是個行業的改變 對 對 所以其實 那個時期就會很 不只是徬徨 不只是徬徨 而且會對自己 有一些質疑 就是說 這是所有人的 可不是你自己 所有的歌手在 那個首音 我先生在華納嘛 他們不願意再給歌手 投錢做更多的唱片了 他們願意更多的是 拿版權去跟移動 去跟網路 去換一個大的授權 因為投唱片 不再賺錢了 最好的可能 只賣兩萬張 對吧 那投那麼好的製作人 投上百萬 加上先發進去 做一張是賠一張 除非這個人 不斷地商演 給他帶來經濟價值 變成了非常糟糕的 一個惡性循環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 因為唱片業 他們的 本身的短視 因為你不再繼續做 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沒有 後續的版權 永遠都沒了 對 可以再跟他們合作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其實我就不要唱了 我那時候就真的 有決定不唱了 都想過這事 我已經決定了 我那時候就直接 跟唱片公司解約了 那你要幹嘛呢 沒想 沒想好 除了Ryne音樂 剛才那個裡面 提到的Ryne Shota 還今次受騙了 被騙 剛才那說的有那麼多錢嗎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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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回事啊 但是我覺得被騙 肯定都會經歷過 那但是呢 我覺得怎麼說呢 你只要是真正的有興趣 要收藏要學習 我覺得被騙的 第一個機率比較小 第二個就是說 你被騙的那個金額 相對的來說 也比較小 因為譬如說像剛剛 觀哲說的那個龍袍的事件 龍袍啊 對 它是一個龍袍 那但是呢 我們說皇帝的龍袍 它上面會有十二張文 就是這個 這個只有皇室可以用的這個張文 那所以呢 以前 我在蒐集這些織繡的時候 因為作假的比較少嘛 所以我通常都是 就是照片發過來 或是清楚的照片 我一看就知道 它是對的還是錯的 但是這一次被騙是因為呢 他們拿了一件舊的龍袍 然後呢 把一些這個刺繡挖掉 然後繡上那個皇帝用的張文 所以這個袍子就變成 皇帝穿的袍子 那個價錢就不一樣 對 那但是呢 你照片發過來 其他的地方都是老的呀 就只有那個十二張文是 新秀上去的 是用老的做假 對 你怎麼能不看實物呢 就只看照片 其實很多的東西 當你看久了以後 只要他的照片夠清晰 夠仔細 其實就可以看出一個大概 那但是因為這件事情之後呢 就我比較不會在 那麼莽撞的看文照片就決定 但我聽說哲哥有一個 有點可以用莽撞形容的事情 也是在你尋寶的過程當中發生 是逛老宅子時候發生的事情是嗎 對 以前就會去撿啊 撿過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啊 破磚案 當然也會撿到一些蠻恐怖的東西 我之前在澎湖 那時候已經是 已經是歌手了 我們就要到各個地方去演唱嘛 然後做宣傳嘛 那台灣的澎湖 澎湖本來也是有很多老宅子 然後我們就去一個就是探險的時候 就到一個荒廢的老宅子 我就撿了一塊很漂亮的雕刻 然後回去呢就洗啊 洗完了以後就有什麼鹹烤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那個 寺在上面 所以其實你撿的是一個 我撿到的是一個那個排位 是人家臉本來是供的是不是 沒有 那個房子已經垮了 所以也不知道就是 他們後代其實應該也 那怎麼辦呢 對啊 那時候沒有啦 我清洗完了以後 我就再把它放回去 那個絕對不能拿回家 你現在還有這問題嗎 還在撿東西嗎 還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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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放得上嗎 我真的會去那種垃圾堆啊 你知道尤其是過年前後 為什麼 大家大掃除除舊不幸的時候 過年前後特別能夠撿到東西 還有就是颱風過後 這個要是被掛放颱風 張信哲出來 開始撿都 這個要是被拍到 八卦周刊的標籍是 歌手張信哲連夜翻找垃圾堆 開心 撿到一些好的東西 擦乾淨了以後樂啊 對啊 我那幫搞收藏朋友 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們早上去樓梨場 盤到一件東西 那特別開心 然後這那 就它是一種癮 自己發現了一個好東西 偷著樂啊 對啊 那你小的時候 經常觸摸在客中垃圾堆 對 因為我覺得 破舊的骨骤 然後你就唱的歌 跟他這事兒真不愛 你沒有根據你的行為 創作一首歌嗎 這個不太好創作吧 那你爸知道 你愛撿東西這個事兒嗎 知道啊 我也跟他拉鋸了很久啊 他也不讓吧 一開始 對 一開始他也不讓 而且反正 一開始撿回去的東西 都是一些破爛 所以 我被他丟了很多東西 那我一開始其實 也是撿這些東西回來 因為拆房子啊 什麼東西的 我就撿一些破花窗啊 破門啊 這些東西回家 破家具什麼的 一開始他是先幫我丟 之後呢 他就幫我修 因為我爺爺是木匠 他從小 其實我們家所有的家具 都是他自己訂的 你爸 對 所以你們家也不是特別有錢 就很正常的那種 很不正常 很不有錢的那種 我覺得這期節目 讓我對張盡哲的理解 完全不一樣了 我覺得真的就是 你忽然變得厚重了 在我心目中 變得厚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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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送他們什麼禮物 那想來想去 反正他們什麼都不缺 那我覺得就用我的專業吧 我們就做一首歌 來送給他們 然後呢 我本來想說 讓他們兩位都一起來唱 這樣 但我媽說她不會唱歌 她不要唱 所以呢 我就想辦法說服我爸爸 然後來跟我一起唱 這首歌 而且據說這個MV裡面 我們現在照片上看到這個場景 是哲哥專門為了爸爸 還原了一個他年輕的時候的 這樣的一個 對啊 這是工作的環境嗎還是 沒有 這是我們家裡 家裡的感覺 當然不是一模一樣 但是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你小時候的 對啊 對啊 你爸側面好 我還會中文讓你們的命 我都忘了 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父親就覺得 這個孩子的音樂很像特別有天分 所以才開始送我去學音樂 很好 先學小提琴是不是 對 先學小提琴 然後一直參加合唱團 然後修聲樂這樣 哲哥小時候家境也不是特別的好 那去送你去學小提琴 其實應該 也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是不是 對 其實很辛苦 我父親那個時候是騎摩托車 然後呢 就是 就是帶著我 他要騎大概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 才能到 那個老師其實是從台中 特別到我們這個鄉下來的 教學生的一個老師 那但是也不是到我們的那個小鎮裡面來 所以呢 我爸還是要 你知道 騎摩托車 騎到老師那邊去 真的 我覺得父母啊 真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他願意成就你滿足你的願寶 你這首歌是找其他人寫的對吧 對 其實我找了何啟宏來寫 第一個因為 我不想看 我對一下 我以前是真的 我剛剛想說 太陽子 那一點 她是變得這麼多 我乾脆 什麼 我們 因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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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